Hello, 歡迎大家來到ETV Tech 今個星期介紹一個修圖的Apps 是不是叫修圖? 就是這個Snapseed 用法也是很簡單的 進來介面 只可以開啟照片的東西 然後可以選擇開啟照片 開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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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照片 在自己的照片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我選擇一張照片 用法也是很簡單的 工具都是在右下角的圓圈 正方十字 有Tune Image Detail Trop Rotate 如果一張照片打赤了 我要轉橫 打橫轉 YES 就這樣 然後 Tune Image 調光一點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就向左 向右背 就會越來越光了 當然 逆開的暗 因為可以對自己的示範 方向右邊 上下可以選擇其他 其他 semi 其他 霧色 暗位 亮度 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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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曝光、光、暗、Temperature等位置 例如Explose 剛剛那些只可以整張照片改 但用Brush袋就可以在你想改的位置改 例如我只想我的樣子更光,不停擦我樣子 右邊已經亮了,出脚的樣子又變光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出脚的樣子也變光了 再加上光了 然後還有Transform 如何改變形狀也行 可以改一張相片的形狀 DETAILS 可以選擇SARPENING 可以調整張照片SARP 即是細緻一點 有FILTER 很棒 這個看不出什麼分別 BURR 那就很深 剛剛 剛剛 再用一張質素好一點的照片來試 例如FILTER Drama 戲劇星 就轉到這個樣子 可以調整強度 可以少一點 可以多一點 我覺得越厲害 MOSER越厲害 Vintage 也可以調整 有很多東西可以調整 我覺得蠻好玩的 好 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 好 等下 拜拜